击打巴东色海发生害人命案 一名殷殷男子被两名男子 用扒冷刀和镰刀活活砍死 事发现场都是鲜血 相当恐怖 居邻警区带主任沙夫安 昨天晚上发文告证实 这起恐怖命案是在昨天下午1点20分 在巴东色海达麦员发生 当时27岁的罗里斯基 被两名男子追赶到一间咖啡店 随后就被乱刀挥砍 男子的手部 胸口 背部和脸部 都有严重的刀伤 当场死亡 鱼体已经送往亚罗市大医院解剖 警方还在追踪两名凶手 并调查该案动机 案件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调查 以上是您的请不吝点赞和证明 您的请不吝点赞和您的需要执行 您的请不吝点赞和您的份 您的请不吝点赞和您的讨历